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胡福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554集的节目 今天接着给大家分享 传承系列 或者叫传世系列 或者我们最早的时候呢 豆加拉遗产系列 这次的Leader Class 推出了火龙王 Megatron 台湾这边 称呼它是这个名字 那LG的玩具的话呢 现在突然觉得 LG的玩具呢 盒子特别的珍贵啊 这个地方是封起来的 有一个非常帅气的和绘 邪恶指数爆表的这个造型 那先前的话呢 我自己是有做过几款 第三方的火龙王的玩具 但大部分来说 由于它翅膀的造型 还有它一个非常巨大的身躯 身体的前后呢 幅度比较长 所以说一些第三方的玩具呢 实际上在把弯的时候呢 还是重心上啊 或者是脆弱度上 大家都还要稍微顾忌一下 那这一次官方 终于推出了LG的玩具 我呢 其实我很久多年以前 我曾经有玩过 官方当年BW推出的那个版本 但是因为那个玩具呢 它的好像脖子还是哪里 它是有一个地方有小损坏的 所以我没有拿来拍节目 那么这一次的话呢 官方的LG的火龙王呢 我个人直接先下个定论吧 你可能会抱怨它的翅膀 不够霸气 人一行下可能看起来还挺的 但是在龙行底下 如果你看过了先前一些第三方的火龙王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它的翅膀 是不是稍微偏小了一点 还有它跟和会上面的 这个照片来讲 应该说 就是后期修图过的照片来说 它的翅膀 还有它的身体 你可能觉得塑胶感呢 是不是稍微重了一点 就提一下就好了 各位知道就行了 那其实我个人并不反对 玩具做的有塑胶感 因为它毕竟只是个玩具 这是我个人一家之言 那它的塑胶呢 跟钱一起给大家做的这个Inferno 这个感觉很像 非常的接近 那顺便再补充一下 上次Inferno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武器 它是扣在后面是 可以变得类似一个推进器 很多网友给我留言 非常感谢你们 我多得到了一个知识 好 知识 knowledge 不是pose 那么这一次的火龙 我们就慢慢的来看一下 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玩具 首先它的透明件 橘色的 还有胸口这一块 很大 那跟后面这个是属于软胶 而是不同的材质的 那它的头雕做的非常的好看 那真灵的面孔 头部的话呢 上方这个造型 这里是透明部件 还有上方这个圆球形也是透明的部件 紫色的眼睛 然后也银漆的涂装 旁边这个黄色的点缀 獠牙在这边 那整个头雕我个人觉得是做的非常的好啊 这一侧的话呢比较漂亮了啊 这次 因为为什么旁边有这个螺丝钉在侧面 那它的头啊 后面有一个造型这样垂下来 那它的长度就到这儿啊 一般第三方的话会做的更长一点 这是它龙形下的尾巴 确实我也觉得 如果能够再做长一点会更好看 当然我没有没有很仔细去比对动画里头 它的这个长度大概是到哪里 那后方这一块部件 这是在龙形下的胸腹部 摆到后面的话呢 我觉得也算行吧啊 这个造型也没有说多累赘了 那它的手 两手是不对称的造型 这一侧的话就一般的机器人的手型啊 一个双动关节啊 它的一个变形的时候是这个凸 扣进这个洞的 拳头我本来以为能转 其实不行啊 它拳头只能够往下面放啊 那讲到这个啊 它往下放的话 它附带的这个是一个 这个喷火特效件 跟合会上面的颜色的话呢 是相差很多的 就对比一下好了啊 这个实体是这个样子 是这个橘色的 但是玩具本身是一个金黄色啊 这个差别比较大 然后手臂的另外一侧 是一个龙形手 它这里一样可以转动 而且它这里有个齿轮关节 哇太感动了啊 这个地方 有这个齿轮的一个感觉啊 有这个就差很多 这边连这边也是都有的 那手的话呢 这一处啊 这一处这一处都有关节 你都可以去转动 然后的话呢 这里面的这个球形关节 异常的紧实啊 非常的紧 我的话呢 是对于这个 这一侧 我给它上了一个戏油 不然它确实不太好转 那各位就看得到了 反正这个是龙形下的脖子的下方 它的可动的话呢 都是跟龙形的时候的 这个手的一个 都是共用的 那龙的嘴巴可以张开 张开之后的话呢 它里头有一个洞 那这个洞的话 当然就是可以给我们安插这个特效线了啊 这个如果让它手不喷火的话 但它这个头呢 可能毕竟是这个年纪比较大了 还怎么样 就是它这个头只能抬到这样 不能够再往上 不能再往上来翘多一点 它这个地方造型啊 这个地方造型就卡住了局限性 所以你会发现它永远都是往稍微斜下一点去做一个喷射的 这个 这个难处我懂了啊 腰身啊 哎呀 居然有齿轮关节啊 很好 这里有齿轮关节 膝盖的话没有 比较可惜 那这个脚的话呢 这个内外接地也是有 这一处的关节是变形的时候需要去用到的 目前我们就暂时不去推它了 那有一个这个机械的一个刻画 鳞片的刻画 当然这是有机跟无机体的一个混合啊 到了BM之后 它就有心想要把有机的部分都给除掉了 那这个配色的话 后方紫色的部件啊 不对 紫色的涂装 喷洒在这个尾部 还有这边 那翅膀的话 一个建层 这边有个过渡 那这个过渡的话呢 从正面来看 就会这个地方也是比较暗 你也可以当成是另外一种特殊的视觉效果 人形的帅气度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足够的 这是Deluxe等级 这个LG的尺寸还是比较大 那以我个人的话吧 平常的话 我是会把这个翅膀给收进来 而且各位没有发现 我刚刚翅膀张那么大 它的站立性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它的脚的站得非常的稳 非常的稳 很好啊 那它还有一个很赞的一个点 就是它的这个龙形的这个手爪 这个地方是有个卡扣要扣进去 再把它捏紧一点 这样扣进去 它这个爪子呢 是从肚子里头伸出来的 从肚子里头伸出来 然后抱住胸口 这货真价实的装来龙爪手 这是我觉得它这个变形设立上 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 它不是说什么很惊艳的变形设计 但它就是有一个 我个人觉得吧 就是我带入的一个感觉 就是这个龙爪从肚子里头伸出来 保护它的胸口啊 这个有没有哪个妹子需要我保护的呢 好了我们再进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 首先的话呢 把这个胸口这个往这里戳开来 它戳开的时候 各位看到这一侧它是有个滑槽的 这一侧没有 这一侧才有 而这个滑槽就是要把这个凸啊给扣进去 扣进去之后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手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龙爪手 在这个地方 这两侧 它从里头伸出来 我们先把这一侧解开 然后呢 这个手呢伸出来 侧边过来 那由于这个变形的需要 所以它这个手爪 这个一半来说 这种这么小型的龙爪 我们可动都会把它做很大的省略 而这一次的龙爪前肢的话呢 可以说是高度的有一个可动 很好啊 这个地方翻出来 然后两侧呢 这里两片 没部件 把它给翻下去 翻下去之后的话呢 我们把整个这个头 这里啊 其实它这里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凸 这个凸要扣进这个洞 那不管 先把它推到后面去 然后我们先变形这只手吧 就是我刚刚提过 这里有个凸 这里有个凹 把它给扣进去 这个都是印第安人的结合啊 就不需要多提了 这个手肘折下来 然后这里一样有一个凸啊 在这儿 要扣进这个凹 到这边 把它给扣进去 把这个部件 先把它给挑出来 好 把它给这个地方 把它给扣进去啊 好 扣进去之后呢 这个部件把它按下来 手到这里就行了 然后呢 旋转一旋转一个90度 旋转上来 到这边 那么再来的话呢 就是把它的这两片部件 再次的扣回去 扣回去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部件扣上来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个凸 这个凸 就是要扣进这个洞 两侧都有 这样子过来 朝这个地方 把它给扣进去啊 这个 它的塑胶的话 还是有一点点偏软 是完全经得起把玩的啊 那头的话再转一个方向就行了 这个时候上半身已经变完了 那么下半身的话呢 就把这个两腿给打开啊 打开之后的话呢 把这整个缸的这个人啊 往下面放下来 放下来的时候呢 这个头是可以往后搓一格的 往后搓一格 然后呢 利用这个地方 这个双动关节 把它折一个90度下来之后 一样很畏锁的呢 这个大头到小头的位置了 然后呢 把这个部分放下来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圆形的凸 跟方形的凸 那对一边就是有 圆形的凹 跟方形的凹 这个 就把它给扣上去就行了 好 这边扣上 两侧都给扣上 尽量的把它给压紧啊 压紧 压紧之后的话呢 这个尾巴就已经变完了 之后就是把这个部分 继续往上盖 盖上去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推上来 原本的这个 这里面这个凹啊 原本是这个是龙爪手扣的 龙爪手的这个地方 本来是扣的地方 现在就是扣这个胸甲 这个其实就是 这个变形式没有什么难度啊 完全是简单的 然后最后就是把这个 角式往前 这样子过来 那这个角的话呢 折的角度是看你个人的喜好啦 看你个人的喜好 这样 好 这样那一 造型太高了 我把这个镜头先稍微移后面一点 那一般来说呢 这个火龙王的玩具 通常都是会给他 用一个这样子的形象 做一个战力啦 那尽管我自己是觉得 这种火龙的造型的话呢 应该是要 趴下来可能会更加的好看 但是因为大部分都是摆这样子 我们就先这样子做吧 那站立性就更好了 这都不用提了 因为它的后面还多了这个尾巴的部分 做一个支撑 那作为龙形状态下呢 我觉得这个翅膀就可以把它打开了 这个地方不小心松开了 这个 再把它给扣紧一点 我的感觉吧 这个可能是龙形状态下是最容易爆开的一个位置 就是这个地方 刚刚的卡扣 我觉得扣的 我觉得扣的 就是因为有时候你玩的时候 你腿这样一掰开啊 它这里 腿一掰开 它这里 这个关键其实是稍稍有一点点的紧实度 那如果这边的摩擦力没有大过这里的话 就是会被 腿会被撑开 对吧 好 那我们就顺便先看一下它的腹部吧 这个 它原本人形下的这个中心的那个透明部件 变成龙形之后 其实它是在里头啦 它是一个假胸啊 但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变形的时候 它的一个身体的结构上是有个变化的 等于是在人形的胸上 胸腹再加一层龙形的胸腹上去 它的变形结构是像这样 然后金色的这个间层下 零片的话一片一片的 然后脚啊 几乎没有什么变形 脚是几乎没有变形的 那它的一个龙形状态下 有一个很好的前肢的可动 几乎跟一般的这个人形的可动 已经差不多是一样了 那头的话呢 就可以凹下来 然后这个地方 对不对 但是这个脖子好像要断掉一样 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 那它的一个龙形状态的一个缺点吧 就可能硬要说就是人形的手 落在这边 不然它已经非常完美 然后我记得 以前一些第三方的玩具 好像还有一个 一个就是好像是车形态吧 对不对 我有点忘记了 动画里头有没有那个形象 我其实也没有很 记得很清楚 反正以我自己的话了 我会希望这种 呃 就是所谓的一个西方的一个龙形的话 尽管它这个头有 有我们的这个东方亚洲的这种龙的这种脚 对不对 而且这个两层 其实很帅气啊 呃怎么说 就是尾巴可能也稍微短了一点 但是这都不是什么很大的毛病啊 呃玩起来也很舒服 变形也是很简单很流畅 大概认真说起来也就是10年以前的deluxe等级的变形难度差不多 呃分量还是不错 然后身上的齿轮关节呃比我想中还要再更多 那透明部件也漂亮 翅膀也很大 那整体来说还是挺好的一个LG的玩具啊 毕竟呃 而且这个人物也很久很久没有推出新的这个模具了 那当年如果没有能够录到老老板的话呢 这款我觉得还是相当不赖的啊 个人比较推荐啊 心有余力的话呢啊 就把它给带回家吧 体验一下这个BW的一个魅力啊 那今天就给各位订阅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